商业目的声明可以清楚地提醒员工 客户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司的核心身份 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方向感和目的感 透过明确定义公司存在的理由 对周围世界的特殊承诺 以及更广泛、更长期的目标 商业宗旨声明可以帮助员工 客户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了解公司的立场和目标达成 商业目的是指商业企业更广泛、更长期的目标 它表达了公司存在的理由 以及对周围世界的特殊承诺 商业目的声明可以清楚地提醒员工 客户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司的核心身份 我希望共同点将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具体任务 同时感觉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更广泛的 具有社会价值的努力的一部分 商业目的是指商业企业更广泛、更长期的目标 它表达了公司存在的理由 以及对周围世界的特殊承诺 商业目的声明可以清楚地提醒员工 客户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司的核心身份 我希望共同点将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具体任务 同时感觉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更广泛的 具有社会价值的努力的一部分 商业目的是指商业企业更广泛、更长期的目标 它表达了公司存在的理由以及对周围世界的特殊承诺 商业目的声明可以清楚地提醒员工 客户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司的核心身份 我希望共同点将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具体任务 同时感觉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更广泛的 具有社会价值的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商业企业来说 拥有明确的商业目的有以下好处 一、愿景清晰 明确的商业目的为企业提供了方向感和清晰的愿景 它帮助员工和利害关系人了解公司的目标 并协调他们的努力来实现这些目标 二、提高员工敬业度 拥有明确的业务目标可以提高员工敬业度和积极性 员工感觉与公司使命的联系更加紧密 并且更有可能为实现公司目标而努力